要達成整齡白鳳 到改善空氣品質和火器 無關這些最關問題 歡迎今天深夜 環境部組合的出案 環保室來支出 說現在他們裡面的辦理 氣候變成的林業 只有四十四人 鄉親這次應付未來 這年多的業務 行政園做一回做 拖延過六年 基準把環保室成為 變成環境主案部 過六年來沒辦法成功 現在第一步 整個月改革變成環境部 會在立環營進行聯繫審査 將對環境部 沒有把山林水土地保護的 業務納入 時代力量一期 成績了後的效果 只是環保署就地膨脹 沒有整體的 氣候變遷調適 與環境資源保護的功能 這政黨立委安心 還有一期 遮重了後的環境部 是不是代表 將來面對著相關 保護的工作 只需要相處一方 但環保室人員 因為目前確實有必殺的需要 推動改造 雙手一攤說 沒有放進來就不干我的事 還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我原來支持這樣的理念 但是第一個是 我們現在面對新的挑戰 我們非得去做一個調整 我不能再等 環保室的環保是因為要 特性二零五零 正連白鴻要定主法推動 探盤查 拖交易 拖費領事項 做 但目前辦理 氣候變遷的 人力僅有四十四的人 所以蘇頂 中資金強調 如果沒有物資的推動改造 狀況會變更加壞 如果照環支部那樣通過 其實我們現在環境的議題 可能會 只會更糟 不會更好 將對Q變成營業 看已經離今年 立委中由總統 公佈實施 接下來要做 頂主法跟拖費 國民黨立委 在前面總管 深費率和推動的規定 環保室表示 有計劃在2024年來訂修 中心不斷他的費率 採用雷晋的費率 再擺放訂修更多 訂修後也能營業 後面2026年 客棟的拖兵境 調整幾多 記者 您一位過順 在台北報道